有的是网声带 笑成这样 这个网声带就是很爱上网的意思 很爱玩手机 然后基本上就是机不离手 除了睡觉的时候 吃饭有这个APP点 然后你这个聊天有微信 然后看新闻有这个各种新闻客户端等等 然后找乐子就是快乐的话有内涵端 对 比如说佳佳你可以一段时间不看见父母亲 或者不看见男朋友 有男朋友 我好像有人录节目之前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是吗 他说我要说风哥你要照顾到个弟妹 谁谁谁谁 谁谁谁 谁呀 这不照顾着吗 这是说 龙龙你放心吧 这是说 什么你很坏 刚刚刚刚提到的是 现在我们是手机不离手 我们是电脑世界里生存的 尤其你们现在大概一天 有多长时间在网上 几乎不睡觉的话 就在网上 我工作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没有网络呢 就是跟别人沟通啊 然后自己就是研发APP啊 或者是编程啊 都需要网络 所以其实真的除了睡觉没有了 而且睡觉前还是拿着手机 对 看手机 睡醒 第一个时间 第一事情 看手机 看手机 吃饭也上网 上厕所也上网 上厕所感觉没拿手机 还要出去跑一趟 你可以翻牙膏的 就是牙膏后边说明嘛 就看那个说明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就是一种习惯 然后没拿手机 你就没有安全感 前一段时间大家都说 是手机不好玩吗 你要去谈恋爱 就手机很好玩 然后就好玩到 因为手机好玩 你怎么还去谈恋爱呢 真的 什么 因为手机不会不理你 生活会抛弃你 对对对 手机不会抛弃你 一博你是我们当中 唯一的一个90号 我也经常玩手机 玩上网 你也经常玩是吧 怎么玩啊 就是真的像风哥说的那样 就去厕所也会带手机 然后在床上睡觉之前 也会翻个手机 感觉不翻手机 就是睡不着的那样 之前一定要翻手机 成为一种习惯了已经 对 突然感觉 手机我什么丢了 手机出汗对不对 就是那种突然间感觉 一身冷汗 不用说丢了 电量变红了 没有安全感 来我们看看那个小韩 吐槽 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 必须学会的生存方式 如果不会吐槽 不能接受吐槽 在90后之中很难生存 这一点我觉得90后是这样的 因为70后60后 大家以前都是说 见面说好话 比如人家有点谢顶啊 或者说穿球裤了 什么类似的 不能给人捅破了 我们那个时候受的教育 就是什么呢 叫一句话说得好 说得别人笑 说得不好 说得别人跳 现在都是直接 这伤疤啪就接了 就是那种 这太新的 直接戳穿 我手洗干净了 我能摸你的奖杯吗 你手洗干净了 你能摸奖杯吗 抬一下脚 抬一下橘子皮 这都是现在最新的 什么意思 真的 什么破完语的 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对 我来解释一下 抬一下脚上你的橘子皮 它是出自朱自清的一篇文章 叫背影 就是其实说 对对对 然后说 说你爸那个 这样就不要动 我去给你买橘子 就是意思是我是你 对 对这个 还有我手已经洗干净了 我可以摸摸你的奖杯吗 还有裁判请不要答题 请你坐回你的位置 就是你一语道破了天机 你不要说话了 以前王硕 早就写过那个书 叫我是你爸爸 然后你说 你看过王硕那书 我是你爸爸吗 我是你爸爸 你没看过 我是你爸爸 然后是这样 所以它都是轮回的 对 都是一样 转来转来转来